小树蛙约狐狸猫到公园练习溜冰 一番练习后 小树蛙越来越熟练 溜冰的速度也不断加快 没想到太过得意的小树蛙 一不小心竟然跌倒了 幸好小树蛙事先有遵守溜冰场的要求 穿戴齐全的护具 所以没有受伤 只是小树蛙的安全帽 吸收撞击时的能量 产生裂痕 看来是不能继续使用了 小树蛙环顾公园四周 发现其他的设施都没有要求穿戴护具 除了溜冰 难道其他的运动过程 不会有能量变化吗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学习过 能量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透过做工 能量可以互相转换 因为能量可以转移至物体储存 或是从物体转移出来 都是能量转移的过程 就像银行的现金进出 我们可以把钱存进户头里 或是把钱从户头提领出来 我们如果不对静止的鞦韆失利 或鞦韆受利后合利为零 根据牛顿第一运动定律 鞦韆会维持静止不动 反之若对鞦韆失利做工 让鞦韆往后升高后 此能量会先储存起来 鞦韆到达高处之后 轻轻放手 此时重力下拉 使鞦韆落回低处 过程中释放储存的能量 转换为运动的能量 打羽毛球也是类似的道理 选手透过球拍 对球失利做正攻 将能量转移至羽毛球 以改变球的高度、速度 之后再将储存的能量 转换为落下时移动的能量 玩溜滑梯 也要先做工爬上楼梯 过得高度上升时储存的能量 到了最高点 再运用下滑力 顺着溜滑梯到达底部 这也是能量转换的过程 不过当我们吊单杠 保持静止时 我们失利 但位置没有改变 此时不容易观察到能量的变化 上面的测验 你答对了吗? 其他的能量形式 还有热能、光能、电能和化学能等 均可以透过做工 互相进行转换 可以说能量的转换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便利性与可能性 同学们 我们来挑战思考更多能量转换的应用吧 等速滑动中的滑冰选手 虽然具有移动的能量 但等速运动代表选手加速度为0 所受的合力为0 合力做工也是0 不会持续有能量增加 打撞球时 我们会将球杆往后拉 形成对球杆失利做工的距离 并将球杆推出 集球的瞬间 将我们对球杆做工给的能量 借由球杆转移能量到球上 造成球的移动 行驶的汽车具有移动的能量 为了将汽车停下 刹车会将部分的能量 转换为刹车系统的热能 运用刹车系统提供刹车力 以减慢车辆移动速度 借此不断降低移动时的能量 能量多数转换为热能散失 最后让车辆停止 所以这两个例子 都产生能量转换的现象 然而不管能量如何转换 都必须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也就是能量的总和不变 能量不能无中生有 也不会凭空消失 在现实生活中 能量的转换效率 大多无法达到100% 这不是因为部分的能量 在转换的过程中消失了 通常是转变为热能散失了 比如在U型板上练习滑板 理想状况中 我们滑下的时候 以重力做工 将储存的能量释放出来 转换为移动的能量 便可以带着我们到另外一个顶端 若此过程无能量损耗 便可以不断来回 事实却不然 真实生活中 U型板与滑板间 仍具有摩擦力 在滑板移动的过程中 摩擦力同时也在做工产生热能 会消耗原本储存的能量 如果没有再额外对滑板提供能量 我们在U型板的移动 最终将会静止 总结来说 现实中 滑板在U型板上的运动过程 若将高度位置所具有的能量 以及移动时的能量 再加上摩擦力产生的热能 其能量总和不会改变 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的 同学们 我们来挑战更多能量转移 与摩擦力做工的案例吧 狐狸猫和小树蛙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做了一个重点整理 对于物体失利做工时 能量可转移至物体 或由物体转移出去 能量形式有热能 光能 电能 和化学能等 彼此可以透过做工进行转换 所有能量转换的过程中 能量不会无中生有 也不会凭空消失 能量总和保持不变 称为能量守恒定律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来脑力激荡吧 也可以先想一想 再与同学和老师 一起讨论哦 在潺潺溪流中 助力着一架水车 试问 水车可以不停地转动 从能量的角度来说 该如何解释呢 是 很可怕的 静心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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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